最主要是我們扭鬆了現時的機制 令大家更自由地表達 這就是我們各個諮詢的原意 一個版權擁有一個人 你用了這麼多心血做了你的作品出來 如果有其他作品可以進來侵權的話 一個無條件的豁免 這個我覺得是不能接受 我們要做了一個很客觀的平衡 所以不能夠說任何侵權的行為 都能夠給予一個豁免 這是不可能的